县政府教育处计划用今年全中运900名金牌或是破纪录选手的淘板手印 在一南运动公园寻找适当的地点来建构春风少年102年金样的公共艺术 一方面记录运动公园的发展史 并借此打造一个更具有亲和力以及艺术感的运动环境 县府承办102年全中运 为了让这项赛事留下历史记录 教育处特别在比赛期间委托厂商制作长23公分 宽19公分的淘板 而且由金牌或者是破纪录的选手在淘板上留下手印 希望能永久保存这些体育精英的成就 根据当天每一个运动场地的赛事 所可能颁发的金牌数量 因为它必须保持在潮湿的状况还有弹性的状况下 在当天每天早上一大早会送到场地去 所以只要选手获得金牌或者有破纪录 在领奖之前我们就会请他在专人指导之下 把他的手印留下来 同时记下来他是什么项目的 他签上一个名字 那当天下午呢结束之后 我们就把淘板全部集中到 我们所委托制作的这家淘衣工厂这边来处理 赵益处也计划用这些淘板为题材 在宜蘭运动公园寻找适当地点 建构春风少年102静样的公共艺术 一方面记录运动公园的发展史 并且切实打造一个更具亲和力和艺术感的运动环境 全中运的过程当中 我们设计了让所有获得金牌的选手 以及破纪录的选手 都能够留下这样的一张 以陶烧制的一个手印 一个光荣的手印 那我们大概有三个主要的想法 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为这样的一个运动场地 我们能够留下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这些运动的好手 他将来都成为国家级 或者是世界级的运动选手 那如何让他们获得奖牌之后 也能够留下一个让大家所回味的 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甚至成为他个人光荣的一个记录 让大家一起来分享 所以呢我们觉得 留下这样一个淘板的手印 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构想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 在整个运动公园里头 我们觉得那是一个运动的场所 如果能够以公共艺术的形态来呈现 那会让我们这个运动的场合 更添加美感 教育处也将这项计划 送交由文化局所组成的 公共艺术委员会审查 如果顺利通过 即可进入公开评选作业 宜蘭新闻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导 未经许可适地顺利一周 未经许可适合 发展进予港